我也出来了 然后我比马来西亚人麻烦的是什么 我在车里那边那个出口啊 不能盖这个出镜章 今天我们出发就去和爱了 但是我来到了Lotus 要给店里面提前备点东西 大米和面粉主要是 我们基本上用的是这种泰国的大米 一代10K机 68块99 差不多小70块钱 再买一些面粉 然后Lotus所有的面粉里面 我们基本上就用的是这个啊 这个是最好的 我觉得因为它这个 Protting这个含量是最高的 10.507% 其他的都是9% 9.5% 9.8% 就是这样的 这个面粉 如果大家喜欢吃面食的 像我们做油泼面的啊 一些中国同胞 如果来到马来西亚 可以选择这个面粉 蛮不错的 但是包饺子的话 包饺子用这个也行 没问题的 这是老兔子自己产的 然后这个的 我看看这个蛋白的含量是多少 这个蛋白的含量 哎 没写啊 哦 写了写了写了 9.9.0 刚刚买完这个面粉 还有大米 我去麦当劳 给我媳妇买个那个薯条 结果不好意思啊 老婆不是我跟你不买啊 人家10点才开啊 10点才有这个frys 现在这是早餐 哎呀 其实真的 马来西亚我觉得这些做餐饮的人真的很不容易啊 物价涨的也是很厉害 人工又这么高 现在 哎呀 做餐饮的 所以啊 你看我做视频当中 遇到好吃店 呃 喜欢跟大家分享 遇到不好吃店呢 也是尽量避免去把它发出来 因为做事情都不容易 希望能够哎 怎么说呢 大家能够 持续的更长久一些吧 本身我自己也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人了 餐饮人了啊 更加体会这份不容易了 哎呀 睡着了哟 我们要出发了宝贝 嘿嘿嘿 我们要出发了 哎呦这一车东西有半车全都是你的你知道吗 自驾游嘛 咱们就走走停停 到了一个服务站 给家里人买点汉堡吃 然后顺便再喂喂小baby 我们就过海关吧 这边这个肯德基还没有开 那就去隔壁这里吧 哎呀 还有个支付宝啊 哎呀 啊点个什么呢 哎呀 汉堡热狗 哦 我还得买鸡肉的 他们不能吃牛肉 哈 这里的汉堡还这么便宜啊 9块9令吉耶 还有套餐 呃 不够哎呀 呃 2啊 no say 呃 不够病 say sadu inni fries inni cheese fries sadu no say sadu yes 好似是31块钱 diyablu sadu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都快忘完了好久不说马来语了 什么叫好久其实啊就是不怎么说 我老婆教我都忘记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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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个 你呢 啊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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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这个4怎么说来 and am ok thank you 哇 离开冰岛之后这边的这些消费还真的好便宜啊 出餐又快 嘿嘿 怎么看一看从冰城看到这里是多少钱 10块66 去金户便宜多了 你去医保的便宜 差不多 然后现在快到 哦还有20公里就到了这个关边境检查口吧 然后这一路上啊 基本上有很多这个泰国的保险 所以就不用担心在哪里找啊什么很多 我们打算在前面有一个加油站 加完油再去看一看 但是不到这个边境的加油站 因为边境加油站很多人肯定在排队加油 我想有很多车 我要加油加到兔为止 这才叫加油对吧 咱们去到泰国都不用加了 先把孩子换过来 你要坐后面了 其实我们现在问一问这个保险是多少钱啊 然后在小红柿上面我们查到的 那个攻略价格是22码币 39块 一个人 一两车39块 不用了吧 这就是一二十块钱嘛 39块钱40块 二十多就有的做好啊 不是39三个人啊 一起的一辆车五个人的 他 啊就这样吧 还去一个一个找 那太麻烦了 39就39吧 我们填那个 那个表格什么全部 哦 39等于是帮我们填所有东西是吧 那就是这样吧 我们是这样的 如果是自己填的话 是29块钱令吉 加10块钱就是他帮我们去填 还有一个在马来西亚 如果自家去到河岸的话 需要车主本人 去填写这个保险信息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是 其他人的话 开着别人的车 或者说你租的车的话 会比较麻烦一些 他要一个什么授权啊 这个都是我提前问清楚的 所以啊 我还必须得带我带我岳母 你要换位置了 宝贝 哎呦 白的呀 我的天呐 第一个 嗯 开心吗 其实第一个国家就是泰兰的 嗯 Savadiqa Savadiqa 嗯 保险单子都弄好了 然后进来的文件他也给我们了啊 最近我要躲着点文件 给YouTube老下午的视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路跟着车 然后 出去完事了 现在要排队啊 不知道要不要我们下车 听说是五个人以内不用下车 五个人以上要下车的 亲妈抱着怎么都不睡觉 你在后面躲什么 我不好意思 哎呀 那行吧 我一边拍视频一边抱娃吧 泰国车 马来西亚车 还有这个 什么马我也不知道 三个关口呢 什么international啊之类的 反正它是应该不分这个马来西亚 或者说是外国人的通道啊 大家直接走就行了 因为我看都是掺着的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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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迷离的小颜色啊 你看看你妈不要你不要 哪里有 哎呦不想不想不想面对是吧 好好好 从这个马来西亚的海关出来了 他们马来西亚人其实过起来很快 就我这个中国人有个问题 那我下来要录这个食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频繁进入马来西亚 他会问你 咱们有这个报孙子和这个结婚证 所以还好啦 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不是什么大问题 现在前面就是泰国海关了 我们的泰铢早已备好 泰国海关这里呢 司机下来然后要把护照 还有这个保险信息给他 把所有护照对 我们也准备好护照 哎 要下来吗 啊 我也出来了 然后我比马来西亚人麻烦的是什么 我在车里那边那个出口啊 不能盖这个出镜章 然后必须要跑到旁边这个office里面去盖章 但是我还要单独的去填一个文件啊 就是比如说我来泰国几天 第一次什么时候来泰国的 然后哎呀什么什么 翻了也不多就是一张纸 你猜我要了多少钱 多少钱 你猜他跟我要多少钱 十块 再猜 一百 不要钱 哈哈哈 真的是 真的知道啊 这这点我还没想到啊 因为他们两个是 他们三个 三个吧 三个是 哎你们三个是多少钱 我猜你点了四十啦 四十太重了 为什么是四十啊 因为四个人呢 那也知道你跑去找 没事没事 就十柱而已哎呀哎呀 好吧 没事 行 现在到了泰国境内 我就更该开车了 因为我有泰国的驾照 对吧 咱们就赶紧往酒店出发 你看我 哦我到台湾就是打电话 哈哈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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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们以为人出来之后盖完章就OK了 然后就是出镜盖完出镜章之后 我们要拿着车本 还有那个保险单啊 在这边要做那个什么 再做一个车的那个出镜的 没这样自驾来过和啊 不知道 所以我们出了海关之后啊 车就停在旁边 停在旁边之后 然后在左边这个位置排队 给车办理这个文件 所以啊不是车主 还比较麻烦 哦这个不用缴钱 不用不用 哦就是出来 哦回来的时候再给钱是吧 嗯 什么意思 回去的时候才才给钱 就是按天算钱呗 啊没有没有没有 看呐 如果你进去好的话不是 不给钱 啊这么一说吗 没有没有 他给至少要给多给少而已 哦 啊从海关口出来之后啊 这边就是换钱的 然后办电话卡的 我要给家里人 搬两张电话卡 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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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贵了 不要了 我们不败了 太贵了 两百猪 哎呀 终于到酒店了 他们在另一个房间 顾宝宝在那 还不错 我知道了 你也想吃是不是 你也想吃海鲜 想吃吃料 对不对 好可惜啊 这家店在网上 非常的出名 叫半捆布 然后呢 买完了 哎呦 太可惜了 OK 请问你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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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和爱就是一个小号的马来西亚 哎呦 天津真水 哎呦 刚才这个大叔说这边附近吃的很多 然后我去看看对面有什么吧 东面公 这个里面的吃的只能说还可以明天中午我们一定要吃到我们今天晚上没吃到的东西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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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这个多少钱 你猜 你猜 我们在那边买多少钱 199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49 49 49 对 哇塞 真的差太狠了 也 所以我说还好我们来这里 还好在这里买的 吃饱了喝足了现在要回去休息了另外啊咱们出来关口之后这个电话卡大家要慎重啊 那边办一张我们这边办四张 嗯 适合地方都是一样换钱的时候在边境关口吧尽量就不要去换钱或者或者少换一点点 那么回家先把娃娃放一放休息一下剪个片子 就好